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冬天 你有没有那种就是下雨的时候演出可能会更嗨的那种感觉 必须的 因为在我们山区里面 一有雨马上就自然的萤雾缭绕 各种的山山水水 它就好像泼墨画一样 很美 然后就特别想一切都会国客 这个是美好的 先不要过去 对 像之前我形容马帮 我是觉得你们是一只特别有味道的组合 或者是乐团 对 我味道比较大 是因为你们就是在演唱的时候呢 会用很多很多的方言 哪怕说是用普通话唱出来的话 其实也是有那种味道的 主要来讲呢 其实是一种方言 一种方言 西南地区的方言 我们把它统称为官画 官画 也就是云贵川广西 包括广东的西北部 它都是同一种画 它就统称叫桂柳画 实际上是叫桂柳画 以前整个南方的都是分为桂柳郡嘛 所以以桂柳郡为一个首都的一天 你知道吗 你用那个官画跟大家打声招呼 因为我相信 就很多朋友应该也是 对你的这种官画比较感兴趣 深圳的朋友大家好 深圳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妈帮友的 妈帮友的 我的阿刚 我来自六州 其实还是能听懂的 对啊 然后包括像你们在这个音乐里面 用到的很多像葫芦丝啊 之类的乐器 是不是也是跟你成长环境有关呢 有 因为乐器的话是 都来自于我们这一个 首先 我做了好多三歌和戏曲彩调的这些 跟当下的融合 这一些呢 的融合里面 除了戏曲唱腔 跟三歌的这一个舞声 独特的西南调识以外 就一定要有它独特的契乐 实际上 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几门乐器 比如说明打 对 锣鼓跟那些沐鱼 还有小锣 还有就是 在小道 葫芦丝 葫芦丝 笛 笛 笛 等等一些口弦 或者澳大利亚的笛基里渡馆 包括一些瓷巴 爱尔兰 少迪 哎呀 反正就是能够体现 接地乐器的 接地音乐的乐器 我们都会使用 不光光是 中国 哎你刚刚说到的是 你们广 是 西南那边的 五声调识和 工商绝之语 是一样的吗 呃 它会有一个 在这一个 尾音上面 嗯 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呢 比如说 它会 它最独特的是 停留在六和二 就拉和勒之间 对 来来去 勒 拉拉拉 说米 说勒勒 勒 勒 拉拉拉 说勒 拉多勒 很有那个山歌的感觉 嗯 对 就是这样 它老是围绕着一个勒 但是它是很独特的 对 工商 它这个是真正代表 中国 更 更中国传统一些的 对 你看 其实我们的这个 Q音乐上面 已经有很多朋友说了 你看 柳州话跟我家乡话 很像啊 大金说的 然后还有这个CY说 柳州 我也是柳州的 然后我们跟朋友 打成招呼 接下来呢 说一说 咱们之前说到 这个马邦家计划吧 我觉得这个计划 还挺宏伟的 听着 哎 宏伟是一个 放在我们自己来说 其实是一个 学习的过程 嗯 因为 马邦到今为止 已经有12年了 嗯 我们在整个创作过程中 出了两张专辑 在当下的这张专辑呢 叫突围 嗯 经历了五次的 反反复复的推翻 又重来 嗯 是突围当中的 一些歌曲 一些曲目 对 一直推翻 又重来 所以就是想把它 做得更好 嗯 它是收入了一些 老歌加新歌嘛 老歌加新歌 对 那 在这个专辑里面 就已经 我们就已经敞开怀抱了 嗯 打开 大门 跟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合作 和向他们学习 有一位不得不说的就是 日本的一位 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 他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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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是北海道的一个原住民 嗯 也是土著的 哇 他的东西 真的是很接地气 他是那种 就是也是日本的那种 怎么说呢 和风很强的 呃 不是和风 嗯 和风是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 对 他那个接地气的是 比如说 有点像少数民族 嗯 那他们的音乐 跟你们的音乐 是怎么样去融会贯通呢 他们的音乐里面 我们手 我首先很很欣赏他的 这个音乐里面的 道普音乐 嗯 里面的大胆的那种 创作方法 嗯 而且 我们可以听到里面 有好多电影采样 和一些 比较前卫一点的 有摇滚 有东西融合在一起 但是 你永远觉得 它是很干净的 对 因为 它永远存有 保有一种 很干净 段落清晰 你听完以后 非常纯粹 嗯 你能不能跟朋友们 分享一下 就是 其中的一小段 或者是它那个旋律当中 有没有一些特色的地方 它那个 嗯 它 我随意唱一下 它有一句是这样唱的 我一直很记得 它是 啊啦会 啊啦会 会 花会 会 啊啦会 啊啦会 会 会 花会 会 会 它全部就来了 啊 其实它这只是一个表面的 而且它还用了它本土的一个乐器 什么 十八吗 本土的一个弹波乐器 嗯 有点像我们 中国的那个六脉神剑一样 非常大 嗯 类似于用手拿着的一个 三弦那种感觉吗 不 鼓琴 鼓琴 哦 鼓琴的那种 像鼓琴这么大 你拿着 嗯 它这样琴头是这样的 嗯 它在弹 哦 它的专辑里面 叫做同鼓立琴 同鼓立琴 但是它 那个声音的话 是比较柔和的那种 还是有点像是 马头琴的那种 它接近于 我们广西的 洞琵琴 啊洞琵琴 洞琴琴 嗯 就是也是很民族的感觉 对对 但是它的用法是 绝对是先进的 嗯 所以在这首歌当中 也是有用进去的 对吗 嗯 它的音乐里面 它的音乐 然后它给我们加的是什么 其实不是这些 嗯 是贝斯 啊 贝斯啊 嗯 最好笑的是这里 嗯 用贝斯也能弹出 你们的这种风格吗 不是 它在我们音乐里面 加持的乐器是 贝斯 贝斯 它是他们乐队的主唱 嗯 并且是 日本索尼公司 世界音乐 那个区域的 一个 啊 比较在前面的一个人物 嗯 嗯 所以它也很欣赏我们的音乐 我们在一次在 力波音乐节上面认识的 嗯 相互欣赏 然后我们就提出 这个大胆的设想 呃 是不是可以一起玩一下 对 然后哇 它答应了 嗯 我们把歌就发过去给它 然后它就把 我们在我们的贝斯 原来框架上 重新进行 这么一个 呃 提升 嗯 这首歌叫什么 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 专辑里面每一首歌 突围整整专辑的歌 哦 除了我了解以外 哦 我了解呢 是一首民谣作品 对 民谣作品 好 那除了说我们上次的这个专辑啊 听说你们前一段时间还去采蜂了 对不对 对 到哪里去采蜂了 嗯 我们在马帮这次回去是去了我们的前 前西南跟前东南交界处 嗯 广西跟贵州的交界处 是要那种大森林吗 因为那里有一个茶马古道 啊 茶马古道 对 啊 茶马古道 嗯 马帮呢 其实实际上我们几个大男人 用马帮来命名 就是希望 可以操一点 这个重走马帮路 对 借用马帮这个运输的这么一种渠道 这种古兽流传下来一种概念 嗯 来灌输马帮的音乐 希望能够带出欧洲 带出国外 嗯 并且再引进回来 对 这样子 所以叫马帮 那我们首先回来广西去那个 茶马古道 先回广西 嗯 回家去 探寻自己的这一个根 嗯 对根源文化 因为我们生活在广东嘛 对 两广地带 真正的源头在广西 一边是山江 一边是毛南 嗯 他们那边是有独特的音乐元素吗 有很多 嗯 我要讲的是毛南这个民族 毛南可能好少人知道过 对 叫毛南族自治县 毛南族 毛南族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毛南族他首先 他音乐风格里面有一种 哎呀我们所说的四度和声六度和声 嗯 很漂亮的 哎呀我伙伴今天因为刚才有有点事情 有事情 不然我们就可以来一段 对啊真的好可惜 但你可以简单的先形容一下 对啊那我来一下毛南的 好 毛南的我唱一个 罗嗨 嗯 叫做罗嗨 这是什么意思 罗嗨 罗嗨呢它就是七字的 七个字一组 哦明白 七个字一组在里面最后它有一个罗嗨来要 来 来结尾 好开始 然后裁缝的时候 我是临时创作的 嗯 因为用古时候 以前看过的一些书籍和自己当时在山里面的感觉 嗯 边走边唱 边创作的 好开始 咳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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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呀 过藏啊 过过过 舅楼过里来 哪个过在那样 山铁过台 落海 收那呀 挖开 上利 哪个利 哪个 皮卡 沙 真好听 就特别有那种在大山里面 然后一边走 其实今天我这个状态 我觉得我蛮喜欢的 真的很棒 因为传统的东西 我们搬不上舞台 我们学不到位的这个东西 其实有时候在舞台上 我还可以用 加点混响加点效果 它们是不加修饰 它位置在哪就是哪 然后好像压住嗓子唱一样 但它音非常准 不好意思 今天我真的有点点感冒 所以刚才 没有 我觉得你已经把那个味道全是出来 一下我会跑到我 因为是双声部 我唱了一个我 他的声部音跑了 没关系听不出来 有一点点崩溃了 刚才 完全听不出来 但是我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个 Lohi Lohi 好好听啊 它可以好多人一起唱的 对 而且它那个Lohi 还马上结束了一下 有一个就是很渊源流长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根源的东西 在哪里去认识自己的这一些 不光光是作为广西人 因为我们对世界音乐的认识和马帮音乐 现在在做的就是 不希望特别是欧洲人 对中国音乐 中国世界音乐 中国这一个融合世界音乐的了解 只停留在蒙古长调 是的 北京京剧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 其实在我们大西南地方 有太多太多小小的民族 有它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根文化 自己独特的东西 其实这种东西非常好的 只是有时候去采封看了 真的就很可惜的感觉 有一些旧的房子就推掉了 推掉了以后就盖了好漂亮的新宝房了 为了就是好看 然后还有好多一些唱歌的 最主要还是唱歌这些老的艺术家 真正的艺术家 是在山里面 他们的那些东西 有一些被当下现在 各种不同的人去采封 去过度的去开发 作为商业的目的去开发 然后会让他们有一种 他接待我们的时候 我们知道的 因为我是本地人 我懂得那种礼节礼 他是真诚的 我们看得出来的 非常热情 有时候有点热情过度了 领导你做 其实不是我们是学生 我们是学习的 明白明白 然后会有这种 我心里面最不高兴 是会有这样的东西出现 所以毛南是这样 那我在山江的时候 采封也同样 学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 是什么 叫做大声歌 大声歌 大声歌 另外一个民族 叫做六甲人 六甲人 六甲人 他们呢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包括张导 在印象刘三级里面 用了冻竹大哥 对 其实真正冻竹大哥 是来自柳州三江的 跟桂林没有关系 是 那真正三江那里 还有一个最牛牛的音乐 我觉得就是这个冻竹大哥 全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唱的 但是声音非常的高亢 是吗 他是联绵不断 他是这个 其实他们是属于一个客家类型的人 是很早很早 战争的时候从福建 那时可能打仗抖乱过来 因为广西十万大山 各种土匪 各种什么聚集之地 是最好避生的地方 很多地方逃难了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停留下来了 然后把那种音乐是在那边创作出来的 还诞生的 他这个是他属于他的 根的一个文化 但有一个东西就是 我们去了以后才知道 因为我们要去寻根 就是想知道 当本土的这个音乐怎么来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为什么这样唱 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们要去弄懂的 那他们唱的时候呢 就其实有一个东西就是觉得 其实他们是六甲人 是一个少数民族的 但好像56个民族早就定下来了 然后他们就好好的被汉族 那他们的那个音乐 你今天嗓子可以吗 你要嗓子 不行 就算嗓子好我也不行 因为他真的是需要一个 那个做不到 对 他需要一个那种 你需要我可以放给你听一下 没关系 我不得不跟所有的 就见 六甲大声歌 没有见到阿刚今天的 这个穿着的朋友们来形容一下 就是你一进来的时候 就有那种 为什么我说有味道呢 就感觉不是说真的味道 就感觉你是一个很有腔调的人 因为后面你知道那个辫子 那个辫子是自己头发吗 辫子 对对对 我吹这首 每次都要帮我炸 我到现在还学不会 就是特别像那种古人 留的那种长的辫子 然后编的特别特别长 是应该已经到腰了吧 腰一下 对对对 然后手里拿了一个尺八 对吧 这尺八 就是你自己做的尺八 而且现在还没有完成 完成了好多了 你是只做这一根吗 还是 这是为了这一次音乐节 应该说是为了这次音乐节做的 不不 应该是北河山 我们前天 大前天 我们公司的北河山 在深圳跟广州做了专场 但你做这个尺八的时候 它有什么要求吗 你要到哪里去找竹子呀 然后怎么样去制作 竹子 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我们在广东的连南 摇竹子之线 去那里去拍这个专辑封面 哇 结果我发现 真的山里面的竹子 才是最好的 因为大摇山很高 很高的地方 它在竹子长得好 然后就跟当地的那一个 接待我们的 我们就去它后面去 他说可以去挖 然后我们就去挖 挖完以后 一直留在现在 并且一直保留着 好多的竹鸟 但实际上做这一个 它是一个磨练的过程 其实本身就是要磨 要用到 我觉得做音乐 跟这个手工的这种 降薪是分不开的 也不讲得这么伟大 首先我自己拿住它的时候 是一个很能安静的 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并且我们知道 作业器它是需要调音跟选材 它不是真正的挖两个洞 就可以了 所以它在整个过程中 给我自己本身很回归 对 一个是回归 一个是找到自己的状态了 然后我给它 虽然是齿巴 但是我给它起的名字叫做 而我会去到不同的城市 会以不同城市命名 我们巡演这一趟 就在这个南京的玄武湖 我一般出去巡演我都喜欢成练 成练的时候呢 就去玄武湖去练功 练蛮功就拿这个去 做一做 解解地气啊 开开光啊 阳光这么好 集天体之精华 打打露水啊 然后一回来 古舍说起门知道没有 我说还没有 你不是去那个玄武湖吗 我问古舍说 我说那这叫玄武吧 那玄武 哇 这个名字也很好听 稍等力太强了吧 很有那种武侠小说里面 那个持剑走天涯的东西 后来我说那好吧 我们叫玄武 玄武很好听 你是把每一根自己做完的 都要起一个不同的名字 肯定有 哇太多了 有 我稍微数一下 玄武 山梁湾 武夷山 台湾那 还都是地名叫什么 嘉义 嘉义都是地名 就是还有双井 露音的时候那只叫双井 是 还有小蛮腰 小蛮腰 广州的小蛮腰 什么时候做一个宣镇啊 葡萄牙叫Shenis 还有一个 因为在葡萄牙音乐节嘛 在他那 那只是很有意义的 你什么时候来宣镇做一个什么宣镇湾呢 这只 郭奎你赐名哦 可能就可以叫深圳湾哦 山梁湾是在青州的一个港湾 在那里 我觉得 好 就认为山梁湾 深圳湾 深圳湾 深圳湾啊 有很多什么深圳湾啊 好 大南山呀 蛇口呀 都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可以可以 对对对 回头帮你选一选啊 但是玄武这个名字真的非常棒 嗯 选我鼓手起的 我们鼓手小刀起的 嗯 但实际呢 齿巴 最早我还是喜欢去吹它的 哦 当我们在做我们的音乐的时候 我会从 选材元素 嗯 音乐元素 融合的元素到乐器 嗯 到乐器的发声 乐器的制作 啊 去整个一条线呢 去把它弄懂弄透 是 那我就觉得 本身我很喜欢 创作 嗯 演唱 吉他 和这个吹奏 嗯 所以一旦我 我有一次发现 我要珍惜我每一个 每一分每一秒去练习 嗯 去让自己进入个状态 去吹 所以我就选择了用吹奏 每时每刻都可以吹它 嗯 但是 不浪费每一次呼吸这样 嗯 像你之前的 比如说葫芦丝啊 索娜啊 之类的这种 呃 这种乐器的话呢 我是可以把它想象到 你们的音乐风格里面的 嗯 那齿巴 因为它是那种 非常寂寥的 或者听上去 有点冷清 清冷的这种 嗯 声音 然后有点忧伤 有点 鼓 鼓着的那种感觉 啊 鼓着 哇你 好专业 对 因为齿巴呢 它是一个向内来 如果真的要吹好 是真的要 要修蛮长时间的 是的 因为齿巴 我 我给我这个齿巴命名 可能就可以 告诉大家 齿巴是怎么样的乐器 嗯 我真正的 我给它命名 叫做呼 呼 呼如一夜 春风来了呼 对 上面是一个悟 下面一个心 哦 就是 就是我 不忘本心的意思 悟忘初心 悟忘初心 鸡皮疙瘩起来 那呼呢 刚好是我们 呼的这个口风 对 你一定要是这个口风 才能吹得响 嗯 呃 有一个很搞笑的 就是我们一个朋友说 哎 日本人家做了好多一个齿巴回来 是 叫做优 优 好 那我 那你啊 刚你这个呼不错啊 再把它呼又回去 呼又 所以 其实这齿巴你除了呼的话 它还需要就是一些气息的转变嘛 呼 然后它就有这样的感觉 那个比较表面 对对对 刚才你讲的那个佐 还有它这个齿巴所体现的是大忌之美 是 它会体现各种的长音 嗯 和它的短音 我们当然日本 我们不能承认 日本在 这个乐器在日本 它是 真的发扬了光大 是 它用三位线跟这个相结合 嗯 做的 非常棒 天衣服 非常棒 对 因为它是长音 它是体现大忌 是 那个佐的味道 全给三位线 叹叹 对 叹叹 就把它弄断 是的 然后这么一下下 配上他们那一些挪面舞啊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 这一个舞蹈 大猪小猪落狱拍 非常美 非常美 这个不得不承认 我们应该向他们 再学习回来 是 那也希望 就是像马邦啊 然后阿刚啊 可以把这个音乐吧 世界音乐 包括咱们的这个民族音乐 可以非常好的融入进去 刚才你说到这个采风啊 去了非常多的地方 其实你们前一段时间 是不是也去了这个欧洲 进行了一个演出 欧洲是在去年啦 嗯 去年去了欧洲 我们在 首先是接到葡萄牙的 FNN 世界音乐节的邀请 成为 中国第一支被邀请的乐队 嗯 并且 还放在了主舞台的压轴 哇 他们真的太喜欢我们了 真的很棒 我们就好紧张 怎么办啊 压轴 紧张什么 哎呦 那个音乐 你们都那么熟悉了 嗯 后来 真的 去到了才感受到 嗯 那 这只是最终的一战 嗯 在这之前 其实我们还去了德国 顺道去德国 走了一趟 是 在 德国参加了一个 他们本土的一个音乐节 然后 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嗯 就是 参加音乐节的乐队 都在前一天 我们都到达了 嗯 到达以后呢 大家会做BBQ的一个 啤酒交流会 相互交流音乐 啊 这种我觉得太好了 非常棒 非常棒 都是世界音乐 虽然 时差倒得有点困难 是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的 他有这个 他是很 看得很重的 嗯 我觉得这种 太好了 能够跟他们一块交流 嗯 那 在葡萄牙的呢 确实 非常 非常放松 嗯 因为我们方言 本身做这一个 在国内好 在最初的时候 都需要好的话 要跟别人解释一下 嗯 你唱的是什么呀 你那个 对对对 那你怎么解释啊 用音乐去解释还是 所以在国内 我就 各种 难解释 是 真的很难 嗯 而且他专业术语 哎呦 那就 很好玩了 是 然后你就不用解释了 嗯 对 其实音乐本身是无国节 当然 嗯 本身讲世界音乐 就是世界音乐 它就是这个 一听的 音乐一响 就感受得到了嘛 嗯 你去 讲太多了 不用像 国队的 先剥一身皮 嗯 帅不帅 亮不亮 发音标不标准 我们 我觉得我讲我们的方言很好啊 比如说我这个普通话是流浦 浓浓螺丝粉味的 带有螺丝粉味的流浦 我是柳洲的 之前你去这个欧洲的时候 有没有跟他们交流之后 有没有一些什么灵感 比如说想把他们那边的一些音乐元素 融入进来 哇 太多了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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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那里呢 首先我是看到了一个很好玩的 北欧的乐队 嗯 一个女吉他 小提琴 嗯 跟一个 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乐器 这样摇的 嗯 是风 像风琴那种吗 呃 不算风琴 不算风琴是小提琴 哦 小提琴 研发成 它一直在磨着那个琴弦就可以 长音 然后这里可以按 哦 我讲不出 它是配着这个爱尔兰 爱尔兰风格 爱尔兰风格的 爱尔兰风琴 嗯 他们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想学习的是他们用了好多的八七拍 嗯 四五拍 对 就是很有棱角的那种结构 是的 是的 很有棱角 它不是我们平时听的四四拍 四二拍那种 四二拍 四三拍 或者是 牛曲那样的 我去年我听到一个 我觉得我现在也正在创作的是三三四四 哦 很过瘾 嗯 一般是爵士里面的 对 这种一些 所以 哇 就觉得有收获 那最有收获的是他们的音乐节上面的这种感受 嗯 嗯 比如说 他们 阿刚你弹的是什么乐器 我说是吉他 嗯 他就问你 会又问你用什么吉他 型号 也会问完全部乐器的 结果我们去到舞台上面 准备调音的时候 全部是崭新的 哦 然后他问 老师你要你的琴还是我们的琴 我一看 哇这么新 怎么办 后来想想还是用回我们的 所以这里 哇 太专业了 非常 也有很大收获 其实呢 今天很多朋友们听到这个马邦阿刚的说 说 说了介绍之后 也是收获非常大的 比如说啊 很多朋友们说不吵说 哎呀 马邦好可爱啊 然后底下 随便说真的可爱 并且呢 有很多朋友帮你取了这个池巴的名字 然后大梅沙 小梅沙 哎呦 哎可以哦 哎那最后我们这个 对再留点时间让朋友们去听一听马邦的作品吧 然后你最后想不想用歌声去这个跟朋友们打声招呼啊 或者希望朋友们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马邦的音乐 包括我们上一个月的时候刚刚发了新专辑 对首先是希望今天所有在在场的听众们关注马邦 关注真正的中国的方言音乐 让他走下去 让更多人听到我们不同的母语 不同的歌运文化 做些时事 把专辑收藏起来 一定会收藏的 关注马邦微信微博公众号 对去看一看采访的东西啊 马上也要放到微博上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很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好谢谢 谢谢 谢谢马邦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咱们的作品吧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